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东西本来就太贵重 暴露出来容易弄坏 可后来我才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 这类东西之所以不以摆放或者佩戴 是因为古人在安置他们的时候 极有可能赋予他们一些特殊的作用 比如禁锢死者的魂魄 这个故事是老秦跟我讲的 他这个人很传奇 当过半辈子的兵 跟着部队执行过无数次绝密任务 还亲眼见过成群结队的过阴人 后来退伍 拿着巨额的退休金 开了一家古丸店 做起了倒腾古丸的生意 行业里的人都称他秦爷 秦爷古丸店里的东西 绝大多数都是赝品 我经常劝他 做生意的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不要总拿着赝品去忽悠人 结果他嘲讽我 说我完全不懂这个行业 他解释说 这倒腾古丸就像谈感情 好的物件本来就很稀缺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你骗我 我骗你 互相忽悠罢了 他还说 别看我这店里都是赝品 你要是没有一定的能耐 还真经营不了 他给我举例子 说有一年 有一个陕西人拿着刻有小转子的玉器给他看 说是商代的东西 结果他看都没看 就把对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他说 小转子在秦代才出现 秦代以前都是中顶文 要说商代的东西刻有小转 那不纯熟骗鬼吗 至于他为什么要经营这家古丸店 他说 一方面自己确实对古丸很感兴趣 有着与生俱来的文雅心思 更重要的是 他在陪一个人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这件事还得从他16岁那年说起 那年他16岁还是个孩子 在他们街边有一个赌方 赌方生意红火 赌客摩金接种 络绎不绝 他经常也去哪里 起初他去赌方完全是为了捡便宜 他看谁赢钱了就站在旁边 有时候赢钱的人心情好 会丢给他两个子 他偶尔也会用捡到的钱去赌两把 赢了钱自然高兴 输了也不心疼 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便开始沉溺于赌博 有一次他偷了家里的钱去赌 结果没赌两把就输得干干净净 他血脉粉张 疏红了眼 因为经常去赌方 赌方里都认识他 他就和赌方里的庄家戒 可是越戒越输 越输越戒 后来庄家见他输得太多 很难再翻身 便压着他 去找他父亲要钱 他心里明白 这种事情要是被他父亲知道 还不上钱不说 还会被打成半死 于是他趁赌方的伙计不注意 扭头就跑 可刚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他们围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情急之下 他拿出匕首捅伤了好几个伙计 他们将自己带回赌方 关在了一个木制的大笼子里 到了半夜 他迷迷糊糊中 听到赌场的伙计在嘀咕 说赌方的东家很生气 要给他点天灯 他当时害怕极了 所谓的点天灯 就是在人的头顶钻一个小洞 倒入灯油后点燃 火焰会顺着灯油进入脑袋里 将人烧死 整个过程痛苦至极 于是他趁着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 用手一点一点把笼子掰舌 溜出了赌场 跑出了赌场后 他也没敢回家 就连夜跑路了 他跑到铁路边 刚好有一个拉煤的火车经过 就扒了上去 那是三九天 寒风俐俐 他费了好大功夫 才爬进车厢里 抓着冰冷的车厢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火车已经到了甘肃 他下了火车 走在大街上 饥寒交迫 举目无亲 这时他看到街边围着很多人 于是就拨开人群钻了进去 人群中间坐着两个人 一老一少 明显是一对父子 在他们面前铺了一张草席 草席上摆着几个桃碗瓷冠 他走上前 坐在摊边 一直等到傍晚 那对父子才起身受摊 他跟在他们身后 一言不发 走了好一会 那位父亲转身走到他跟前 问他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他说 我无处可去 那人又问道 你会做什么 他回答 只要能给饭吃 我什么都能做 就这样 他和这对父子生活在了一起 后来他才知道 这对父子姓王 是这一代的岛爷 平时专门靠着挖坟掘墓 买卖陶宛词观为生 讲到这里 秦爷说 我跟老王父子下过几次墓 这盗墓啊 并没有电视里演得那么邪乎 什么弩箭机关 飞杀陷阱 只有在那些帝王的陵墓中才存在 挖一般人的墓穴 难就难在找墓室和挖盗洞上 只要墓室找得准 盗洞挖得好 是比较容易的 他接着说 可挖坟 盗墓这种事 毕竟靠的是运气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只能挖到一些破铜烂贯 值不了几个钱 偶尔挖到一两件值钱的物件 也足够他们挥霍好一阵子 就这样 他跟着老王父子 过上了挖坟掘墓的生活 日子虽然过得紧张 但也自在 可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他们下墓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那一次 小王生病了 他和老王下墓 按照老王之前打听的消息 那是一座晚清的地主墓 根据当时的丧葬规模 这种墓室应该不会太大 一般包括一个主室和左右两侧的耳室 老王打盗洞的水平很高 只用了两个晚上 盗洞就已经基本完成 盗洞直通耳室 他们通过耳室进入主室 主室不大 只有十几建方 进入主室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方形墓坑 木坑用青砖启成 上面用一层石板封闭着 老王用手电筒在石板上照了照 发现石板一端摆放的一只御马 在手电筒的光线下 晶莹剔透 他弯下腰仔细端向 发现那只御马面部恐怖怪诞 四马飞马 四手飞兽 而且眼睛还呈现血红色 给人一种猙獰恐怖的感觉 老王说 这只御马极有可能是镇木兽 他解释 镇木兽是随葬品的一种 使墓葬风水设计者为了辟邪 诱护死者亡魂的安宁 所制造出的一种震慑鬼怪的神兽 老王将御马拿起来揣进兜里 准备打开石板 可就在这时 突然从石板下 传出一声长长的叹气声 那一瞬间 他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他鼓起勇气看向老王 此时老王眉头紧锁 早已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老王拉着他 退到墓室的角落里 与此同时 他们听到墓室里 突然传了一阵哗啦啦的铁链声 就像是有人 拖着长长的铁链 在地上摩擦发出的声音 让人听着毛骨悚然 老王伸手捂住他的口鼻 示意他千万不要出声 只听见铁链声 慢慢地靠近木坑 然后停了下来 紧接着一个声音悠悠地喊道 里有望 里有望 几声过后 铁链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那声音 竟然朝着他们的方向逼近 眼看着就要来到他们跟前 就在这时 老王突然松开手 冲着他喊道 快跑 是阎王点卯 他们站起身 疯狂向盗洞口跑去 他们越跑越快 铁链声随之也紧随其后 越来越急促 这时他听到身后 有人喊他的名字 那声音在耳边回荡 极其恐怖 就在这时 老王将那只鱼马 塞在他手里 使劲推了他一把 喊道 你先走 他顾不得多想 将鱼马揣进兜里 继续埋头向前跑 可奇怪的是 这时候 那个喊的名字的声音 竟然消失不见了 同时铁链声也渐渐远去 他一边跑 一边向四周摸 终于他摸到了 盗洞里的绳子 他就想抓住了救命稻草 连滚带爬 钻出了盗洞 可等他爬出盗洞 回头再看的时候 盗洞里一片漆黑 根本没有老王的踪迹 他当时害怕极了 坐在洞口 抖成了一团 他在洞口 一直守到天亮 可还是没见老王出来 他跑下山 将这件事告诉了小王 两人壮着胆子 爬进了盗洞 发现老王已经死在了木坑旁 他们将老王的尸体 拖出木穴 因为父子俩属于外迁户 在当地也没什么亲戚 所以丧事办得很简单 丧事结束后 他拿出御马交给小王 可是小王却丢下了御马 指着他的鼻子 说他黑吃黑 然后转身离开 不知去想 讲到这里 秦爷摇摇头 说道 我不怪小王 别说是他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 为什么我能跑出来 而老王却折在了里面 还有老王当时所说的阎王点卯 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当了兵 我才明白 那一晚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继续说 后来他留在甘肃 一边寻找小王 一边在古湾市场帮人干活 他说 那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还给人当过麦克 他整整找了两年 可依旧没能找到小王 后来他实在想念父母 便回到了山西老家 可他万万没想到 时隔三年 他刚回家 就听见赌方的人四处找他 无奈之下 便偷偷解了婚 当兵去了 没想到 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也正是这次当兵的经历 让他终于明白 那天晚上 他和老王所经历的事情 究竟有多恐怖 自从进入部队 他就一直将那只御马 带在身上 有时没事 总会拿出来把玩 有一年 连理集体执行任务 有一个班傅 见他把玩着御马 就凑到他跟前 想要看一看 他将御马递给班傅 班傅仔细打量了一番 突然问他 你这个物件 从哪得来的 他本想不予理会 可又碍于同志之间的影响 便随口敷言 说是别人送给他的 可班傅一边打量 一边连连扎舌 说 这个东西可不简单啊 他问道 哪里不简单 班傅说 从这只御马的样貌看 他极有可能是 墓穴里的镇墓兽 可是他的眼睛 明显被朱砂点过 这就很古怪了 班傅继续说 我来部队之前 跟人下过几年墓 我听他们说 凡是用朱砂点过 眼睛的镇墓兽 是可以禁锢死人魂魄的 有些墓主死后 为了防止魂魄被阎王收走 就会用特殊的名气 锁住魂魄 从而让魂魄 一直依附在肉身上 秦爷见班傅确实懂点东西 于是就将这只御马的来历 以及当年发生的事情 讲给他 班傅听完一脸震惊 说道 这样看来 你当时确实遇上了阎王点卯 他赶紧问 什么是阎王点卯 班傅解释说 所谓的阎王点卯 就是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阎王会派小鬼来到他的身边 小鬼一边呼喊他的名字 一边用拘魂所拘走他的魂魄 班傅又说 不过 你们遇到的阎王点卯比较特殊 因为御马所魂的缘故 小鬼每次都找不到他的魂魄 可阎王作为武殿之主 谁的羊手近了 他很清楚 所以隔三差五 都会派小鬼来拘他的魂魄 班傅推测 我猜你们当时听到呼叫名字的声音 就是阎王在点卯 而那个铁链声 极有可能就是小鬼的拘魂 所发出的声音 秦爷又问道 为什么老王将御马递给我后 铁链声会逐渐消失 班傅回答道 御马所魂 同样可以用到活人身上 当时老王将御马给了你 你的魂魄同样会被禁锢在了御马上 所以小鬼就不再追你了 听完班傅说的话 他终于明白 可还想问什么事 眼角已经泛起了泪花 后来秦爷离开了部队 有一年 他去甘肃给老王上坟 见到了小王 时隔几十年 当年的小王已经变成了老王 而且还成了古丸城的老板 而他 自此留在了那个古丸城 开启了古丸店 我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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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是